日前,新城資訊台執行總監程凱欣初步確診新冠肺炎。 有傳程凱欣在疫情期間不理會疫情的嚴重性, 做節目時經常不戴口罩, 還以節目質素為理由, 要求嘉賓和DJ開咪時不戴口罩。 今日也有電台員工與對方接觸後初步確診。 這日DJ范振峰私問全副武裝回電台工作, 就被問及這件事。 那些人傳聞我們電台總監要大家脫口罩做節目, 對我來說,因為我和他都一起做節目了幾年, 真的沒有試過叫我脫口罩, 有時我們做節目錄音可能戴著口罩, 疫情很嚴重那時初期, 戴著口罩做,嘉賓要求拍張照, 然後說可不可以脫口罩, 那天除了脫影拍張口罩就有, 但是疫情有一陣子有很多, 即是領確診那時, 那時才會, 都試過領確診又是脫口罩做節目, 但他是自由給你選擇, 到我13號跟他最後一次做節目的時候, 我們連加賓三個人都戴了口罩, 所以他沒有要求我這些不戴口罩的東西, 我沒有聽過, 他都沒有要求我做這件事, 只不過有時我們有時真的要拍攝的時候, 但問題是我們會馬上戴上, 還有那時是零確診的時候, 當疫情一加速的時候, 大家都會戴上口罩, 所以這個傳聞有沒有怎麼聽過?